包括之前碰到过像比利时 包括像阿根廷 然后今天对阵到塞尔维亚 那么对阵塞尔维亚之前 中国队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表现的还是不错 两拳两胜 那么塞尔维亚也是两拳两胜 两只球队今天的这场遭遇 那么随着到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塞尔维亚作为欧洲近旅 尤其是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在今天这场球上 我希望中国女儿在跟塞尔维亚的对抗当中 学习他们欧洲队的这种对抗技巧 另外一个包括塞尔维亚队 现在打的是快准 然后尤其是外线进攻非常好 又在2016年获得了欧锦赛的冠军 那么我希望今天这场球 能打出中国女儿的气势吧 今天中国队这边首发 后卫线上是李源 那么内线这边是韩旭 中国队目前身高最高的一位选手 这两名也是现在年龄最小的 对 封线上这边是 对 封线上这边是刘家层和 李梦 还有王莉莉 王莉莉 塞尔维亚队这边开局 还是展现他们欧洲球队这种传统的一些特点 包括党拆配合的熟练 包括这个投射能力的经过 看一下直接球调到第一位 封线转身 上一场球中国女篮是十分胜 战胜了这个塞尔维亚队 在上一场球当中呢 少庭表现不错 拿下十三分 其次就是韩旭和黄思静 还有孙梦然各拿到十分 嗯 在最近的这一系列的热身当中啊 随着导感觉在许维亚的带领之下 目前中文女篮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变化 或者近期有些什么样的这种特点 首先在今年呢 尤其是这个国家女篮集训当中 有几个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眼前一亮 包括刚刚提到的韩旭 还有这个李源 这两个作为十七八岁这个年轻的一批 确实是天赋比较好 那个李源作为后卫来说视野比较广 打球确实有点组织后卫的意思 从全球到带动整个组织 对全队贡献很大 那另外一个韩旭确实条件很好 身高很高 控制能力很 就是控制面积很大 而且灵活性非常好 再加上有王思雨 那个 徐日老把王思雨征召进国家队 也是给后卫线上增加了就是新鲜血液 而且让后卫线变得更加丰富了 对 球员选择包括他们的类型特点都比较多 对 他的年龄刚好 正好是正当打的时候 而且听说王思雨最近近期几个比赛当中 应该是所谓的贡献力 也确实表现了一个挺高的准备 中队防守端呢 还是要对塞尔亚队的外线进行更多的这种关注 塞尔亚队开局之后的两次三分 全部都命中了 中国类这边的两次进攻全部是刘家层的中投 刘家层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啊 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一定的这种提升 就是想和他前几年在集运队当中进行出出的这样一系列的表现相比较 自信稳定了 而且打起球来 我刚刚也跟刘二世太探导 我觉得他的现在这个年龄和技术是正当打的时候 包括从联赛最后几轮的比赛 能表现出他已经就是最近状态确实非常好 对 就用第一位的无球掩护 切到上线之后包切进来上篮 但是含蓄在内线呢 这就使得塞尔亚队内线的进攻 时刻面临力道大闸 转身这球被冒了 对抗性上进攻上 含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他的高度使得他在防守端 还是有非常好的后方能力 对 我很同意 我也认为就含蓄在防守上面的表现 应该是优于他的进攻 这主要是跟他的身体 这个体能有关系 作为一个两米零五的大哥 他确实有点单薄 但是毕竟年龄很小 我觉得作为未来发展的时候 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没错 我觉得像对韩旭啊 像李悦汝啊 这样年轻的这些中国的人 内线的时候 还是要更多的去鼓励他们 让他们有更多的 未来的这种进步空间 黄思静 在黄思静做内线防守的时候 对方打得就会更轻松一些 而且塞尔维亚队我们看到 球伤很高 时刻在关注着你人员的变化 我决定我的进攻是放在外线为主 还是内线为主 对 打得很有章法 刚刚通过双掩护 应该叫重叠掩护 然后弹出来几次进攻 都现在都是在内线开始发动 中路空切这边位置跑重了 但是能看出来 塞尔维亚队整个进攻 还是非常有想法 10比4领先6分 个人的突破造成了犯规 应该是他们队的17号 1米71一个小后卫 储基奇蒂亚纳 他在上一场球当中 打得出场10分46秒 得了6分 我发现塞尔维亚队 确实他的外线 尤其是后卫的身高 普遍比较低 1米7 71 75 这样 但是确实有他小哥的特点 中路空切再次换人 上了弹力维 这样呢 上了一个外线的进攻点 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许如老 一直在启用旅员的原因 因为他作为小哥球员 他的速度很快 而且在对阵中 小哥和后卫当中 他并不吃亏 好球 李梦这球位置要得非常好 而球第一时间也给进来了 转身之后 把对手背到身后的反了 跟技术的运用也非常好 不要跳 这个球就显得他比较年轻 对 在防守调位之后 我回味的时候不要跳 传球场有点失误 杨力维刚刚上来 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的这种感觉和状态 这个确实他准备不充分 我认为他的球传的确实没有问题 以前公众老在带我们的时候 就是他认为所有的球 只要传出去的球 在你身体范围一米之内 那都是接球的问题 你要提高你的接球能力 尤其这种快速球 所以当时很欣赏 就是像强队那时候是美国队 澳大利亚队 他所有的传球都是要有球速 有球速的球一定会重 所以就是作为进攻来说 你要想提高你的进攻质量的话 你必须要就是增强这种传接球的能力 没错 又是大剑了 挡拆这种三脚换人 黄四镜稍微慢了一步 球比较被动 一换完之后 这边斜防底脚回手慢了一点 对 刚说到黄四镜 现在看后卫位置上 李源来自山东 王思雨来自山中 然后刚刚换上来的杨恒宇 15号也是山东籍 看出山东出人才 这连续两届山东青年队 都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 所以他在后卫力量的培养上 确实是从95年以后 出了很多优秀的运员 没错 这球今天开局中国队还比较被动 16比6 中国队落后了10分 快速推进 上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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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交叉不突破 包括这个连续坐动的 想哨不要停 因为现在新规则 只要你起步 想哨起步以后 这球打进算 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 就是一听到这个裁判 这个吹哨 马上就松了 尤其是防守 您犯规的这球 放松 还是让对方投机 这球确实黄四镜做得不错 黄四镜也在这几场比赛当中 非常有机器打的 尤其是在三分线外 对 他的投射能力完全现在被解放出来了 2加1打进 这样呢 差了7分 开始往低位给 改了一个联防 对 上线 改了一个2 3联防 前场的2打1 这球传的这一下 确实质量不太高 在前场2打1 对 我建议他给个基地球 这样同伴也好接 也好处理 因为距离太近 好 yak 这样 这样 很乾 防守上突然的改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刚才完成了一次抢断 塞尔亚队的前场篮板连续两次抢到了 但是在进攻端呢 确实这个联防还是让塞尔亚队在出手成功率上有所下降 这就是联防的弱点 就是作为教练在换这个联防和盯人的区别在 其实联防的强处在于他对五个人轮转会更好 但是他的弱点就在于他因为是联防 很难顶抢篮板 所以就要求五个人一定要回抢 两花都没有冲 直接给到第一位内线的强攻好球 这动作很漂亮 一起合成 这也是王思宇和杨恒宇之间的两个人的配合 防守防不错 及时力回撤 哦 这边又是一级外线球 不要给他们投三分球 这个球不能侥幸 尤其在华联防当中越是到最后的时候 表在倒计时的时候 这时候出手会 进攻当然出手会越坚决 所以就要求防守在这个时候不要有侥幸心力 一定要主动攻击 好球就是王思宇的特点 连续已经两个挡拆了 然后第一个给杨恒宇做了一个全球分球 第二个通过自己的个人特点突破 他这个节奏的变化 这是他的特点 李梦第二个篮下 李梦算是在进攻方面技术是很全面的 不管是三分间外 还有中距离 甚至打到篮下 他很会利用自己的身体的优势 在篮下做篮下强攻 从下进之后分差缩小到了三分 从刚才的十分分差 逐渐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 好 四分继续为中国队装首 孙儿党您觉得这段时间 中国队从落后十分到现在逐渐缩小分差 这个主要的一些原因是在哪呢 联防 我觉得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是提高了 对 夏尔维亚队其实他打的中规中矩 这个并不是他当然是打奥运会第三名的原班人 但是总体来说他的整体性打得比较好 但是作为中国队来说 开局我认为是进攻处的东西 是你自己你防下来但你攻不进 所以比分分差就拉开了 这一段呢 许日导通过人员调换 然后在攻击方面 有了比较好的表现 有了比较好 打球之后 防守变化 现在防守换回了丁人 好球 尤嘉诚这个球分得很 好球 尤嘉诚这个球分得很 好球 好球 这像我之前说的 他其实是个外线技术 从小打后卫的 然后他所有的这个传球啊 持球呢 都是就是小个的这种视野和特点 这是在中锋里面比较少见的 嗯 嗯 来 这个传球啊 对 基本功还是要练啊 虽然说体格好 好 篮下动作技术也都不错啊 罚球应该是中锋的特点 因为你在篮下遭分会最多 所以这个罚球 应该是白送分的球 这种机会要抓住 随便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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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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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十六秒 还有双方各有一次进攻 好球 这球打得很快 一个船切直接中路下树 他们两个应该是九五届 那年全会青年组 他们两个应该在一起搭档多年 默契好 对 杨恒宇和王思宇的党派 我猜我们应该是唱过很多次了 球出得很快 直接往前场给 还有机会 漂亮 好球 好球 这次转换进攻压寿大劲 24比21 中类从落后10分到反超3分 在第一阶比赛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反超 稍时休息 又回来关注双方后面的比赛 好了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首阶比赛 随时老板我们稍微去树立分析一下吧 我觉得开局 就是中国女兰准备有点不太充分 尤其在进攻当中 就是成功率要低 那么后期呢 通过防守的变化和人员的调换 进攻有着起色一样 把就是防守也带动起来 所以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通过几个挡拆 后卫和中攻之间的挡拆的进攻 还有防守之间的这个联防和定人的变化 逐渐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掌握到自己手上 赛尔威亚对这个阵地进攻打得还是非常的耐心 赛尔威亚对这个阵地进攻打得还是非常的耐心 然后通过连续的这个穿插移动突分 然后还是找到了篮下的空挡机会 越是打这样的队呢 越需要中国女兰在防守当中一定要耐心 而且就是时刻要注意人球兼顾 刚刚呢 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连续移动 中国女兰的防守出现了漏洞 10号 登场 再不要给进攻坏人 但地区是波堤 收获坏人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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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4号 好球 十岛换人换上了十号潘真奇 好球 杨立维的远头 这是他的特点 杨立维其实虽然作为后卫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攻击手 其实是一个投手 他像一个二号位 对 杨立维的远头 防到最后还有四秒了 这个球不要犯规了 杨立维这球防守很积极 但是就是没有注意 没有时间的概念 已经防了两个来回了 但是这个时候 再稍微控制一下 这个时间就到了 对 这个球 这个球 很会利用自己的身高和面积的优势去控制 这个球 确实他的臂展控制的范围比较大 这边来着吃进去 下边可以二十二号 对着防御 中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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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队球队球队球队 中队球队 中队球队球队 ONTION 很瘦啊 用镜头上看也很瘦 有时候老担心他的篮下对抗的时候 我会觉得好像一碰就能折那种感觉 看起来像是技术型的 走不为例了 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些训练的视频 确实他的脚步移动作为大哥来说是非常灵活的 來現場上拍手的故事對周光隊的兄弟 想看她的手像真的很重 这是怎么回事 2100 2 3 3 4 7 8 7 7 7 8 1 9 9 0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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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续几个回合双方都不进球 现在徐指导在场上是个大个阵 以含蓄为内线 外线潘真奇黄思静加上李梦 都属于在同位置上个子比较高的 好球 这就是我们俩刚刚说的它有点偏软了 对 篮下很好的位置 确实对内线来说2米05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 但是一定要就是在想办法让自己的体重和力量再增加上来 这样的话它会更全面 这球寒暑太明显了 它的鞋防有点太过敏感了 李源被压到篮下之后吸引了所有的防守的鞋防 就漏掉了一个很简单的中锋的中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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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早上欢迎视频 杨恒宇 杨恒宇 今天在T步锡上好像也没有看到他 嗯 学长应该对每一场比赛这种 包括每一场比赛这种使用 包括他的观察 还有自己一个计划 之前像少庭也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啊 嗯 孙柏然有的场次也不大 像今天更多的就是非常年轻的这部球员 到目前为止你像少庭这个孙柏然我们都没有看到 对 嗯 最后 10 8 5 1 2 1 2 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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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这陈正在前面踏在柔个阶段 我发现他们战术的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把李孟放到篮下 作为两位大队的二位 在篮下发挥他的优势 就像之前在国家队经常打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经常把路纹放在寒夏 打三高度 对对对 李孟也有点这个感觉 他在这个位置上有 二高度 对有二高 第二高度就是这种对抗的优势 其他人都拉开 一旦说有人上你加击 这球就能分出来 李孟现在也比较成熟 是 而且现在国家队就是 从内线到外线 可能除了韩旭和李彦如 所有的位置上都可以拉到三个线 来进行攻击 对 所以就对他拉空整个禁区 就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我来进行攻击 你的手机 我的手机 最后我们都可以拉到四个线 这个时候 你才能看百分之一 你自己在一片 听起来 我先让我来 还没关系 我去 那里 你没有关系 有 你 我 这个位置上他的对抗能力是直接形成错位 他确实技术也比较全面 三分球也有 篮子也比较准 突破能力又强 加上对抗又好 林梦的进攻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再给黄思健 千场形成三打二 转换打得非常快 直接给到低位 扛开 球进 打了一波14比5 这一波靠他的防护反击 还有真正的进攻组织李梦篮下的这个竞争 赛尔维亚这球完全是靠个人能力了 靠个人进攻 造成了潘争吉的犯罪 四立文 齐吉特丽文 达克吉 三十石地吧 mission 都是比较全面增 三十八城 第一特鲜兵 三十二号 平凡 14号 九号 好 在二十八级里面中间的也有 ACLU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要吃假动作 这边是大个儿拉扯 头三分 塞尔亚的外线 三分线外的攻击命中率也是很高的 他是以外为主这么攻的一支球队 前一场在对抗当中 我看到他们的三分线的命中率不低 塞尔亚队开始抓反击的机会 转换进攻打得很好 正好反过来了 跟中国队刚刚的表现正好反过来 这一阵塞尔亚队防抗反击的节奏和凹性比较好 塞尔亚队这段时间是打了一8比0 把中国队打停了 徐师导即时叫了这个暂停 我想也是通过暂停 希望稳定一下队员的情绪 然后调整一下进攻和防守的节奏 把你对周团员的祝福发授发送给我们 那么后来呢 所以随机抽取兴趣的球迷赛后的重奖七一期 我们在赛后会执行公布 那么讲课的时候 现在来周团队会提供的 国战队千里打一包 更多的赛事资讯 主要是在进攻当中 首先进攻当中要明确你自己的打法和攻击点 然后提高你的成功率 减少给塞尔亚这种简单的 这个篮板反击的机会 更正在进攻当中 王思宇和杨丽维的组合 他第一节的时候就通过他们两个的进攻和防守的带动 然后把比分从落后转为领先 那么现在本来拉大到十分 现在又被对手打到只剩下四分 所以来看个调患人 看看会不会有好的效果 那么球上中队这边还是有点吃亏 还是这个后卫王思宇和杨丽的挡拆 现在我发现今天这个比赛 中国队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进攻打法 一个是以李梦为主的这个李源李梦 然后他组织这个李梦的篮下三高度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王思宇和杨丽的挡拆 通过他们两个挡拆的这个四口子 然后形成整体给其他人创造机会吧 对 然后你打得真是兴起啊 非常有信心 自己一条龙推进到三分线 起来跳投 最后时间段他看比分 也说明他是一个有一定比赛经验的运动员 也是通过看时间比分打法 然后把握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另外也像我刚才说的 通过徐老的这个 现在所有的这个内线和外线 都有这个三分球投射的能力 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 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 下半场的较量分叉 中文队还是暂时留下4分 回寒 博士当中我们一起对上半场比赛 进行一个这样的梳理 其实从上半场比赛节奏分成了几个部分吧 第一节比赛一上来 中文队打的相对有点被动啊 接着像刚才随时导所说的一样 慢热对像当这个杨立维他们几个人把节奏 包括整个防守换了二三联防之后啊 整个状态进攻端的这种成功率的提高 马上中文队逐渐完成了比赛的反潮 打到第二节之后 在一段时间以李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打 二高度或者说三高度的位置 内线拉空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很快这边 塞尔维亚队还是利用自己的这种进攻配合 把比赛又追上来了 那这是不是也从一定的层面上再反映着 现在中国队的这种打法 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也比较多样 但是球员确实很年轻 有时候稳定性差了一些呢 是 这也是我想说的 他今天采取了一个两小的阵容 一个是王思宇和杨立维组成的两小阵容 另外一个是三大 就是像刚刚说的 把李孟放到三高度上 然后配三个大哥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阵容 从他的阵地进攻上 确实打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特点 也体现出了一些 就是徐老代队的配合 那另外一个想说的 像刚刚那个刘二说的 确实他比较年轻 年轻体现在几个方面 就是你在 一个是开局慢热 上来就落后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在领先的时候 最大的程度领先到11分 这么大的分差 在短时间之内 你又把这个分散 这个领先的优势 给总手送回去了 然后我觉得 这也是体现出来 确实这个队员比较年轻 那反过头来呢 也通过这个比赛呢 也看得出像李源 韩旭这样年轻选手 确实他有他的优势 他在技术啊 体能或者身体上 有非常强的优势 那么也看出 他的可塑性比较好 也能看到 曾经柳然将未来 是有希望的 嗯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柳然的这一批 年轻的球员们啊 确实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这球 杨恒宇大劲之后 学导在场下 不停地在鼓掌 这球确实整个动作 做得非常扎实 我们感觉 非常地敦实的一个动作 就是很多球员 你要含蓄的高度 像这个李月如的这种 对抗性 篮下的能力啊 像刚才我们看到 杨恒宇的一些 扎实的这些动作 包括李梦 自己在对抗性上 在全面性上的表现 呃 就是大家都很有 自己的特点 这篇年转 李源的视野 开快 踢球快 但怎么能让 这些年轻球员 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前行的更顺 我觉得这是 让他们有更好的 一个发展吧 看一下双方的 这些技术统计 现在四分的分差 呃 三分球上 塞瓦亚队是八中四中 就是六中二 那么篮板上 塞瓦亚队要多了四个 四个对 在失误数上的 塞瓦亚队也要多一些 嗯 另外就是 我还想说的 确实是 呃 通过这场球 从直观上的 感觉上来看 塞瓦亚队 毕竟它是 所谓是欧洲球队 嗯 那么亚洲球队的 以前所说的 小快灵 是我们的特点 那么我觉得 它今天虽然是 不管在两小 三大阵容上 从进攻防守 都有比较亮点的表现 但是给我的感觉呢 我觉得就是 还是缺少亚洲球队的 那种速度的快 呃 还不是非常的明显 呃 尤其是你在跟 欧洲队对抗的时候 我觉得 你的快体现在 并不是 就是非常的明显 嗯 这是我觉得 就是今天 觉得心里 稍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 球员各自的特点 已经非常鲜明了 但是我们自己 整个球队 或者说原始的这种 传统优势性 打法的特点 嗯 还应该更鲜明一些 对 因为毕竟 就是在我得到信息当中 我还是非常希望能看到 像杨立维啊 像李源 他们发挥出 他的速度 这种快 嗯 包括他现在没有 就是 呃 封线 封线 王晓蒙受伤了之后 今天王莉莉也没有 就是非常亮眼的表现 嗯 李梦也不属于 速度性的风险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在他们的这个 反击快弓当中 简单的快弓比较多 但是真正体现出 就是说你的小个特点的 这种有层次的 或者是单刀直入 这种这种快下 我觉得这种快弓 还是比较少 嗯 好 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吧 一会儿回来 我们再对整个 纽纳下半场的表现 再加以期待啊 对 我们看一看 他们下半场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一会儿见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回来继续关注 这场中队队 塞尔维亚的这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其实从上场来看 全中国队的特点 每一个队员 各自的特点 打的是比较羡慕 但就像随导所说的 希望整支队伍的 这种整体性的特别 尤其是几个 像我们说的 像杨立维 像李源 这样的小后卫 速度比较快的 包括这种 繁星能力比较强的 一些风险的球员 它们能够形成更好的 属于中国队 鲜明的一个体系 所以它的外线 它们到现在 一直体现出 这个亚洲速度 而这小快铃 我觉得还是 不是很明显 跟塞尔维 尤其是跟塞尔维亚 这种欧洲球队比起来 就是你的优势 你的最 叫传统的这个特点 现在体现得不好 开局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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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晚上这123 马上说113 4 4 4 6 6 123 8 6 5 6 3 8 8 8 10 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工作运用应该比前两年要好很多 玩得很有欲望 他到了一下之后 还有欲望去攻凶 这个对于一个大个儿来说太重要了 他走了几个阶段 那个戴阳阳应该说 我觉得他在这个打球上 确实是走了几个阶段 全会之后的那一两年应该是 他技术状态应该是比较好的时候 后期有一点低谷 尤其是进入到国奥国家队之后 可能开始有点不适应 然后从技术打法上也有所改变 有些自己的技术特点和优势 他就忽略了 我觉得这个今年在看到他打球 确实是 一个是像您说的欲望比较强 另外一个也知道 就是有意识在运用自己的优势 尤其是篮下强功和脚步的运用 确实是比较成熟 有来了 交叉步 我觉得是中国男女男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在上一代这些中锋 优秀的中锋球员退役之后 现在的就是纯五号位的内线球员 我觉得真正在篮下 实打实的这种强功的能力 包括他篮下的脚步能力 确实都差了比较远 缺乏品质力的内线球员 另外一个他们就是 一味地追求他的攻击距离 距离 现在越是高个的球员 越追求就是我的攻击距离 我要到三层线外面 我的攻击距离可以远了 但是你往往忽略了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内线 你在篮下的这个杀伤力 就是 今天的杨核鱼我看到他的优点 就是在于他有意识要往篮下去攻 那不管你的成功率高低 还有技术工作运用的好坏 他都是需要 就是次数和经验积累 就是要积累出来的 那么其他的就是内线球员 我也希望能看到他们更多的 就是这种表现 就是我一定要去尝试 我要在这个尝试和技术运用当中 从错误和成功当中去总结经验 没错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需要加强的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这种内线球员 是可以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的 你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 所有的球员都变成像勇士队一样 对吧 所有的球员都具备这种 五个人都拉住的狂人三分的能力 而且他也是建立在极其好的 防守体系的技术 你还是需要有自己的 我觉得在这一届的国家集训队当中 至少像杨恒宇 至少像李月如这样的球员 实际上我看到了未来 具备在篮下形成一定的改变对方 这种防守能力的球员 对 但是他要练 他这个篮下脚步 你要想把他练 就是怎么说的 是非常好 是需要时间 嗯 113联防 绍庭 我还以为今天绍庭不会上场呢 嗯 他今天那个徐志导小个儿用用的比较多 在开局他开局他启用的是王莉莉 但可能王莉莉这两球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好 转换打得非常快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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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点是房思静和孙梦然两个人的这种特点 快下大个 对 能力很强 然后两个人又都有三分 对 所以我就最近一旦在看这个女篮热身赛的时候 总是在想像韩旭啊李月如啊像杨玉恒这样的球员 现在这批年轻人开始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啊 真的是给黄思静和孙梦然这种类型的球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释放 对 他不用说再像以前一直被问在篮下了没办法 没有五号位我得承担五号位的这种要求 但现在有 但他们两个作为就是高个球员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需要要要就加强的就是你篮下的这个刷刷力 毕竟你的身高优势在这 而且就是也是体现你的技术全面的就是一方面吧 没错 就当你内线有了牵制力之后 你这种大个再具备更全面的技术的时候 那对方的防守是很难的 在你的第二高度上 我小个去防 我可以在篮下去打你 对吧 我大个去防 我可以在外线投你 突你 这个就很难打 对 刚刚王思宇这个快攻上球 这个长传球是久违了 确实是久违了 在比赛当中这个场景希望能更多一点 第四篇 总体感觉今天这个对抗性也并不是非常激烈 今天王莉莉的状态始终不是特别好 两家打得中规中矩 对 这球传的角度不太好 我们这个王思宇如果能再往45度运一下的话 这个传球角度会更好 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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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ес 杨栋梁 然后变速率运温得比较好 李源应该本场球的第一次主动杀伤 遭到对方犯规 许体会No.1 一号 李源 好位 后位 李源 掌声部长 国立函 上球 上球 好球 李源这个上球确实很快 而且很到位 这就是个人防守了 反跑 好球 没有上进 机会传的很好 对 这个包括配合他们这个 这个变化 两个人也很有默契 比赛点猜的时候 撑起来 冲锅队 加油 冲锅队 加油 加油 冲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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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一段时间打的速度都很快 命中率有所下降 人家这一段时间打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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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攻 最后一攻 很耐心 对 这就是防守 李梦 看呆 尤其是在别人进攻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防守人 尤其在最后 还有几秒钟 每个人出手都会很果断 这个机会给的太 太大了 对 但对方打的也非常耐心 这样的9分的分差 中文队和赛尔埃队之间结束了第三季 我们车而收起第2回 关注双方最后一节的比赛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看这场比赛 最后一节比赛9分的分差 这次 这次徐老换了一个开局阵容 然后两个小个儿 换成了李源跟杨立伟 1-1-3 1-1-3 1-1-3 这个连防 我觉得还是南篮用的比较多 在前两年的时候 引进之后 南篮很多球队都采用这种1-1-3的防守 好球 李源跟杨立伟的特点有什么呢 您觉得他的优劣性 或者说有些什么最突突的这种 针对性 我觉得更适合男的运动员用 因为我觉得他控制面积比较大 就对前面两个小个儿来说 作为女孩子来说 因为他的速度和他控制面积 我觉得他达不到 另外一个他要求的是 下三线可以灵活地换人 如果你球队有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内线 你就很难让下三线的人 他就是这个 让他从正中间一直守到边上 甚至守到上线45度 我觉得达不到 所以 就是 我个人认为1-3的防守队 这个球员的这个 实际性的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李源的个人突破 把这球打进 直接的一个反击的突破 篮板球 最近这段时间保持得不错 保护好这样的篮板 就有机会多打准换 他会比较高的 把这个人突破 对 比较高的 是极限的 他觉得他用的指数 有很高的 这次被人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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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失误了 今天刘家岑的主动攻击也比较少 更多上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更像是给年轻队员的一堂 怎么说呢 陪练课 拿塞尔维亚队来做对手 拿老队员或者说相对成熟的球员来做陪练 重点练这几个年轻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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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猶豫了 这是刘家崇特点 这个中演技力的投篮 他能换回了防守 他换回了定人防守 这球整体防守 这球整体防守 防得还是不错的 斜捕防的位置也 掌握得比较好 斜捕防的位置也 这球 打得太勉强了 不要跳起来 我觉得球和少婷 有点 太简单 打球 打得不错 双方这阵打得都够乱 两分钟的时间 几乎都是 攻守转换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效果 没有效率 对 一个是比分拉开了 再一个进入到第四节了 我觉得双方在处理的时候 都不是处理得非常好 在处理的时候都不是处理得非常好 穿起来 青纘是不错的 看起来 本金神 很重要 一点点 就看起来 各式兴趣 一定是二所 不如 尽快 得到 不会 好 小时 一背 来 快 快 走 走 这两个底线球 杨立维有一个球5秒 这次是邵廷 这个球传球失误 两个底线球处理的都不是很好 打的都有点勉强 不流畅 直接抢断打反击 这边上完了 对方感觉防守强度也不是很大 追了两步就放掉了 对 你跑吧 就是上了 杨立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又是一个强调 不要打近 没法打进 家里人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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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线球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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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确实中国队友很多次被对方的假动作谎开 然后要不然就是上篮不然就投篮 所以在这种防守当中 其实很容易被假动的骗到 尤其是被投篮抢动的骗到 显得确实表有点嫩 另外一个也能看出他们心态 就是有点太过于简单 在防守当中总想简简单单一下就把对方摁住 我觉得这个还是就缺少防守的这个耐性 没有可能比用的有多少 开闪的里面有多少 中国的球兵有多少 暂停时间到 对方 最后三分钟 刚刚我看徐余老通过暂停 希望最起码让双方运动员都要打起精神 全力以赴做动作 不管这比分输赢 起码就是一个是锻炼自己的技战术 和自己的竞技能力 另外一个不要受伤 刚刚我觉得前几分钟 确实双方打得有点放松 厅的东西 用锻炼自己的竞技能力 就像柄一样 看起码中的竞技能力 就是这样的竞技能力 和人之间的竞技能力 用锻炼自己的竞技能力 这场球大洋奥篮下杀伤 确实的表现很亮眼 希望大家给他提示建议 还是希望他在篮下处理球的时候 一个是减少运球 刚运的次数还是太多了 作为中锋来说最多两次 一次最好 减少运球做动作再输入一加快一点 这一点上他和李月如两个人有点像 李月如有时候很喜欢拿到前场篮板之后 地上蹲一下把这个球 就很多中锋球员都喜欢这样 拿球感觉在地下蹲一下 这个力量更足起得更好 但其实你蹲着一下对方防守上来 把你照顾了 而且手底下就开始已经切到球上了 真正好的习惯是拿到前场篮板 高举高打 不把球放到肩膀以下 他总之就是大洋给我的感觉 就是想要再稳一下 其实没有必要 位置出来以后简单果断一点 还是前场篮板 转换了 天场又是2打1 好球 塞尔维亚的三分球还是要防的 他们现在这个对 他们面中率还是不错的 哎呀这个无位的失误 哎呀这个无位的失误 还有金家宝今天也没有出场 看到他穿了一个便服在旁边 今天轮休的人真多 今天一共就感觉报名就这几个人 10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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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4 暂停 时间到我们下地上 好 接下来新号会的新秀兵 他们安静 中国队必胜 中国队 中国队 谭旭的父亲也是以前职业球人 好像头腿拿来的 车业队的 应该也是家族传承下来的 现在的这一批年轻的球里头 相当不少都是以前父亲 或者父母都是不一定都是篮球 也有可能是这种其他的一些球队排球 我爸妈都是 对 随着导师 正宗的家族传承 但这种体育基因的传承 确实还是比较多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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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 弹旭一个人带球 打算机 一条龙 扣一个人 2米05的大中风 确实很灵活 对 对 说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期待着中国队的姑娘们在后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提升和历练 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也要感谢孙主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名 这场比赛我们就已经转到这儿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